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从这个二元为二元的分子 二元两个原子的分子鬼域能够画得出来蛋跟氧的分子鬼域的同学请接受 很好放下知道蛋跟氧的差别在哪里 知道蛋分子鬼域跟氧分子鬼域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同学请接受 好大家们就知道这个HP值 到二元子 它们的差异是什么 CO的分子鬼域跟O2或者C2的分子鬼域有什么不同 你愿意告诉我一下CO跟O2有什么样的不同 MO C和O的那个固定特别是不一样 所以对MO的画法它是有什么样的差别 O2它们的原子鬼域都会在同一个能界 然后CO的话O的2P会比C的2P还要下面 O的2P比C的2P还在下面 然后这个RS 这个RS有什么不同 怎么样知道说它有interaction还是没有interaction 那时候我说C跟O之间的这个S跟S有没有interaction 或者说S跟P有没有S跟Mixing 是要怎么样看的 如果他们两个之间差在10以下 就会有这样 OK 所谓有interaction的意思就是可以形成分子鬼域分裂 也就是1高1低 谢谢 CO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要知道呢 后来我们要绘的东西就是 这边是碳 这边是氧 我们要知道它的 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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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也就是A1E'等等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Overlap 有没有存在Overlap 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 Bonding 因为 这个区域是Overlap 这样子可不可以形成Overlap 形成的是 然后我们要考虑的是 也就是 它们的能量是不是在10到14的差别 当我考试或者说你做习题的时候 你要去查课本上134的表 知道说它的2SRP在哪里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所以比较简单一点的记得的方法就是 如果周期表里面 如果说是像这样你中间只差一个的 它算是相近 它算是相近 有interaction 差两个的 那么这个就是不相近 所以 红 带还可以 红 仰就不行 你F3的话 那就是绝对很远 如果是氢 那是更远的 氢跟弗 它绝对是没有 这个2S的Overlap 一定是只有跟2P的Overlap 所以你大概记得 S跟S的Overlap里面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你们课本的那134页的表格 也就是 原子轨域里面各个原子轨域2P跟2S的 能量 各位可以看一下课本134页的能量 那 鲤B棚栈氧浮奶 它从-5-9-14这样一路列下来 再有两个2S 这个2S的轨域 你可以看到 棚跟碳 是非常接近的 棚跟氮只差一个 是差10个EV的 到棚跟氧的时候 差两个的时候 它们就不相容 也就是距离是非常远的 所以 能量相近的这件事情呢 你可以用它的周期表的位置 大约做一个判断 不是完全正确 但是可以做个大约的判断 也就是 相隔一个的 它可以有interaction 隔壁的 绝对有interaction 然后 隔两个 中间隔两个元素的 那么它们的S2跟S2就不匹配 能量的话就会不相近 好 好 这是CO轨域 我们再复习一下 CO 扩充到HF的时候 又有什么大的差别呢 C跟Law很接近 所以它们有mixing HF呢 H在上面 然后 跟F 非常地远 能量不匹配 所以会有什么结果 它的S轨域的部分 在这边的S轨域 就不会有interaction 就会变成long pair 然后这个HF呢 只有一个S轨域 可以跟它间接 是哪一个轨域间接呢 S轨域 只有跟PZ的部分间接 发现这个地方是PX或PY 所以这边呢 所以这边呢 就形成一个S轨域 在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 它们两层的能阶 是比CO的 还要再更 分野的更大 OK 也就是说 这个是ES 只有这边可以跟PZ PZ 形成间接 可以间接 可以间接 形成的Sigma 跟Sigma star 还有其他的两个呢 是 是 这个 non-bounding 在这个地方 OK 然后到了 Lithium fluoride的时候 又有什么样的差别 Lithium fluoride的 也是类似 只是 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电子填到这个地方 Sigma-bound的时候呢 它的 beforePZ近 表示了什么呢 Lithium fluoride的电子 填进去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分子轨域 实际上 都是F轨域的 原子轨域的character 所以呢 就有一种 Lithium的电子 已经给了 Fluoride的一个现象 这就解释 离子性的性质 就是到这里 接着我们 扩充到CO2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说 这些线性分子呢 还有 像这一类的线性分子呢 通通都有一个一定的 化约的方式 而各位刚才 似乎都告诉我说 完全都不记得 这些怎么样 画法 所以我要把它再重复 再讲一遍 这些比较简单的原子的部分 各位 你们可以记得 普画里面的这个原子轨域 然后这个地方 形成sigma star 这个地方sigma 然后这个地方 形成sigma star sigma 这边从pz来的 然后pz跟pz头尾相接 然后 pi star 这个各位在 苦画里面都学过 这很容易 然后变成CEO的时候 你只要把这个地方 稍微变化一点点 然后再考虑sp mixing 或者不考虑sp mixing 就可以做完这个结构 但是 这个时候 我们叫各位说 画出它的这个 原子轨域的图 然后画出分子轨域的图形来 这是为了各位 在后面 这些复杂分子 所做的一个准备 原因是 后面的复杂分子 就没有办法用 这么简单的原子轨域 直接配合起来 就得到你的分子轨域 所以你必须要先 画得出来 它的这个goo orbital 那我们再把 这些 我看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这些 然后会扩充到bf3 好 看时间的形形 我们把这个 这个建立mo的这个方式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 好 好 和于 配称的线线组合 有谁记得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做出mo来 我们怎么样做出mo来呢 我们要知道 原子轨域跟原子轨域 怎么样会 结合成为分子轨域 结合的时候 原来那边 只要考虑到的就是 simetry相不相合 能量相不相近 然后 n orbital n overlap 这里要考虑的东西也是一样 也是复杂的3个原子到4个原子 甚至更多 但是考虑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去用原子轨域去做 原因是 因为它的原子轨域 中心原子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可是周围的原子 比如说是nh3 这有三个原子 三个原子的原子轨域 你要怎么考虑呢 在那边都是单原子 你知道多原子的时候 你要考虑group orbital 也就是你把这三个原子轨域 全部都组合起来 变成像mo一样的group orbital 这种group orbital我们称之为ligan group orbital 所以呢 我们分野把它这个 将将中心原子的AO与 周围的原子之组合 把中心原子的AO与 Lgo組合 我們把它給的一個名字 叫做Lgo Group Orbital 把它是三個氫原子都組合起來 變成Group Orbital 然後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在Mo裡面 左邊畫一個中心原子 右邊畫一個Group Orbital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變成Mo 那我們上次做到的CO2的部分就是這樣做的 我們把中間的碳和這兩個氧 這碳去掉以後把兩個氧的軌裔畫出來 譬如這是ES 這是ES 中間有一個DOT 這代表著說原子核 然後這個是一個Group Orbital的畫法 那它這個CO2 OK 然後還有一個是Pz的畫法 中間的Ti 那這個呢是O2的 CO2裡面的O2的 Megan Group Orbital的畫法 那當然啊 它的Group Orbital裡面有相加的也有相減的符號就會相減 然後對這個地方符號就會相反 那所有的這些組合 就是我們的Linear Group Orbital的一個組合 而每一個Linear Group Orbital的組合 各位都要知道怎樣去算出它的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好 這稱ọi文在是Ti,010 Pz,O3,O5的裝備 Pz,O3,O3的裝備 Pz,O3,O4的裝備 各位还记得在Kerobin Table里面 我们讲的Ureducible Remutation 它的代号就是 一维的用AB代表 二维的用E代表 三维的用T代表 然后它的这个代号 不论是A1 B1或者E' 这些都叫做 称之为Symmetry Symbol Symmetry Symbol 其实就是Millican这个人定的 所以我们又称之为Millican Symbol 考试的时候 通常都是要将你们定出来 Millican Symbol是什么 而各位要做得出来是 先把它决定出 Atomic Orbital跟周围的LGO 把LGO定出来以后 根据这个图形去做 它的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怎么做呢 就看一下这个东西 是哪一个Point Group 如果说是线性的 我们说过 如果说是线性和化约 那么多的 感谢观看 声表来判断声谋 好,各位观看,你们自己课本看CO2 CO2里面的 它是一个 线性分子 所以呢,它的点弦是什么? 好,这个泡路是 C C C还是S C C 有没有二轴啊?中间有对称 中间有二轴 啊? Infinitive H OK,所以我们把它划约成 D2H 在D2H的table里面 各位看一下D2H的table 看来一定要画D2H Table才可我比较熟悉 好,看一下课本 D2H D2H D3H 好,大家看到D2H D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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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H D1H D4H D1H D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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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性格的性格。 OK,identity是1。 然后,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把整个Google orbital当作一个轨域来看。 这一个轨域在经过C2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我们用看的是这个C2轴,Z轴。 OK,这边的C2轴。 转C2以后会变成什么? 黑变白,白变黑。 在Z轴这边的话是-1。 然后Y的部分呢, 我们Y通常都是直,进出纸面的这个部分。 进出纸面的这个部分,C2。 旋转的话呢,白的会变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会变到这边来,所以就会变黑白相反。 所以呢,这个也是-1。 X呢? X是上面的,也就是这个,这个轴。 X轴。 X转过来以后会怎么样? 完全一样,所以它是1。 Inversion center的话呢,在这个中心, 它变它,它变它,黑白对调,所以是-1。 Sigma XY,X在这里,Y在进去。 XY就是这个平面。 XY这个平面会得到,送量化。 帮我做一下,Sigma,送量化。 好,Sigma XY是这个平面,得到的数字是-1。 XZ是,Z在这里,X在这里,所以我是这个平面。 1。 YZ得到的是,这个是Y是进去的,Z是X。 我看,YZ是在哪里。Y,这是Z,这是Y,所以是这个平面。-1。 各位查一下这个表,它们前面这个代号是什么。 B,3,U。 好,各位现在会不会找,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找到了以后, 接下去要做的是,我们终极目的是要得MO,对不对? MO怎么得呢? 你已经知道了,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第四步, 做Linear combination。 Linear combination就是, 相同的Symmetry,如果有Overlap,强调一点,条件是有Overlap。 没有Overlap,它就没有办法产生interaction。 相同Symmetry,有Overlap,它就会产生Sigma跟Sigma star, 这个叫做Linear combination。 这个轨域,加上这个轨域, 这个等于A, 这个原子轨域加这个原子轨域的加成, 这个等于相减的话, 那么这个MO, 它就是这两个原子轨域的Linear combination。 而这个Linear combination必须是Symmetry Adapt。 那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是, 只剪到前面那一部分, 就是Symmetry Adapted Linear combination, 是把Glubal orbital画出来, 然后找出来, 它这些Glubal orbital, 是有哪一些,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组合成的, 然后整个全部组合成的东西就是MO。 那么这里面呢, 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 做MO时, 将对称相合的, AO与Glubal orbital, 做线性组合, 和MO, 所谓的做线性组合, 在数学上面再讲的话, 就是Phi1加Phi2, Phi1减Phi2这种, 这个,这个, 式子, 在图形上面讲的话, 是一个高, 一个低, 一个是下降过来, 一个是升上去。 那通常下降的量, 跟上升的量是相等的, 这是在图形上面表示, AO,Linear Combination以后变成MO, 的一个要件。 好, 那, 这样就差不多了, 各位只要考虑到了这个部分, 得了MO, 就可以, 得到整个MO。 第一, 最后一件事情, 和考试会做的, 就是要问你, 要问你MO的意义。 这个时候要做问的事情呢, 通常都是, 跟Lewis Structure来做比较。 OK, 能问的东西是, bonding是哪一些, anti-bonding是哪一些, 然后, 化性, 是由Homo, 跟Lumo, 而组成的, Homo跟Lumo称之为Franciopto, 好, 洪毅如, Homo是什么, Lumo是什么? 英文叫做, 最高, 佔据的MO, 就是, 有填电子的最高的MO, 这个, Lower, Lower, 英文是, Unoccupied, 最低没有填电子的, 以上的都没填电子的, 最低一个没填电子的, 是Lumo, Lumo可以用来接受电子, Homo是用来给出电子, 所以这个是, DONOR的性质, DONOR性质, 给予者, 这个是一个, Acceptive性质, 是接受电子的, 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问, nonbounding, 或者是, DELOCALIZATION, 如果你有一个, COO, O, O, 这个轨域, 是三个原子都有的, 那么它这个电子, 是在三个上面都有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 2 electron, 3 center, 或者3 center, 2 electron, 那每一个分子轨域, 都是两个电子, 这个是三个原子组成的, 分子轨域, 那如果说是, 四个原子组成的, 分子轨域, 那就是, 两个电子, 放在这四个原子组成的, MO, 那一个MO, 总共有几个MO呢, 有四个原子轨域, 就会有四个, MO, 好, 好, 这些, 还有什么的, 磁性, 好, 就像氧的那个部分, 好, 好, 光学性的, 光浦, 好, 光浦, 好, 光浦都会发生在, 通常是, 光浦都会发生在, 通常是, 最强的是在, HOMO到RUMO的这个GAP, 它是最外层的电子, 最容易激发, 激发上去了以后, 最低的一层, 就是到RUMO的部分, 如果是Signature核, 它是Intensity最高的, 因此它们就可以得到, 你的UV光浦, OK, 那每一个能阶, 它直接, 再分裂下去的是震动光浦, 震动光浦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先不讲, 好, 总和起来, 刚刚在开始, 问各位同学的时候, 各位同学都不太清楚, 现在, 知道, 怎么样做CO2的MO, 的顺序的同学, 请举手, 好, 放下, 好, 那些顺序是哪些顺序呢? 虽然各位同学知道, 不请魏同学稍微给我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现在你要考题是CO2, 请你画出MO, 你要做的动作是哪一些? 先找O跟O的O的O, 先找O跟O的O, 然后呢? 然后, 决定他的E-Reduce for Representation, 用的方法是Care of the Table,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三个是, 是, 一些话语化的, 没有, 还要再决定AO啊, 你这个GoProBitle玩的AO也要做啊, 好, AO是谁的? 中心原子是谁? 碳的, OK? 他的AO怎么看? 给你一个Character Table, P, X,PY,PZ, 各属于哪一个E-Reduce for Representation? 怎么看? 就看它后面有XYZ的那种, 对, 在后面那个区, 我们叫做Basis Function, Basis Function那个部分所介绍的区里面, 有括号X, 或括号Y, 括号XY, 这种这个代号的, 以前我们是用来判断IR振动的, 那个东西可以来决定它的PX,PY,PZ, 那SQE的话是什么? 是二维的,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或者是X平方逗点Y平方逗点Z平方逗点, 那是AO, SQE, 好, 接下去呢, 你都已经万事具备了, 要开始做MO了, 那怎么做呢? 你已经左边画好, 右边画好, 左边是中心原子, 这怎么结束呢? O2有几个分子回应, 每一个原子有PX,PY,PZ, 做出来的Groove Orbital, 会有六个Groove Orbital, 这边是SQE的Linear Combination, 这边是RSQE, 这边是RT, 好, 我们这个是D2H, 各位翻译一下你们的character table, 也就在课本上面已经有了, 请你告诉我一下, 这几个东西它的 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代号, 也就是Millican symbol, 先看S, 看S, 现在请你告诉我一下, 2S规律, 再看, 2S规律, 看一下D2H的character table, 告诉我它的Symmetry, Symbol是什么? 2S 告诉我怎么判断? 您说H是什么? 是H, 那你怎么知道的? 看那个RT 这个H叫什么? Symmetry symbol, 或者Symmetric symbol, 也就是Ireducible Resultation的代表, A代表E为, E代表二为, 好, 再来, PX, PY, PZ, 先讲PX好了, P3U, 还有P2U, P2U, 这个是B2U, P2U, PX有B3U, P2U, PX, PX, 什么意思有P3U, PX是在Table里面最底下的是B3U, 没有别的吧? P3UAX, 对, Basic Function那边只有一个X, EY是B2U, B2U, BZ, 你怎么知道的? 看那个, 后面的那个X, 后面那个区域叫做? Basic Function的部分, 看那个区域的PY的Y在哪里, 对不对? 好, PZ的话, BU, BU, 好, Hegan Group Orbital, Biangles, 所形成的轨域, 可以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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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样子的轨域, 这个轨域它的, Group Orbital, 它的Symmetry是怎么算的? 从它的图形看, 对应到D2H, 对应到D2H, 刚好我擦掉那些Symmetry Operation, 然后怎么样做运作, 譬如说第一个Identity, 得多少? E, 第二个C2呢? E, C2是这边的C2, OK, 对应到这个C2呢? 都是E, 都是E, OK,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猜它是, 什么Single, 有没有记得我上一次教的方法? 这个东西, 它的Group Orbital合起来的话很像是这个, 虽然它中间有一个碳在这里, 因为它的Symmetry跟它是相同的, 而这个的话是, 类似于这个P, Z,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的话你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做运作, 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应该是什么? B1U, 而这个是AG, OK, 好, 那里面上我们下面呢, 还要再做其他的, 我们再找, 曾健豪, OK, 转一下, 给我们看看, 给我PX, PY, PZ, 这边是PX的组合, X是在, 上面, 我们先看一下, 它有两种组合, 一种是这种组合, 另外一种是, 这种组合, 各自都要想出它的, 这个叫什么,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Symmetry, Symmetry, 这个偷积取巧的方法是, 把它探测, PS, 好, 所以它就是, 这个呢, 很像是D鬼律, 这边是Z轴, 这边是X轴, 所以你要看, SZ图面还是4, 对, 所以是看右边有XZ这两个字, 那是什么, D2G, 好, 有没有同学会另外的, 我看PY的话是要画成, 这样子, 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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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找另外一个同学, 然后告诉我, 这个的, ereducible rotation怎么跳? 對你嘴巴講 你怎麼知道的 我這個是 這是 Y 這邊是相等於 B3G你是怎麼知道的 像哪一個 DYZ 因為這邊是Z軸 進去是Y軸 DYZ平面 所以DYZ對應表格是B3G 同樣的道理 下一位 侯良如 DYZ平面 在這裏 DYZ平面 b3G B3G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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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它的對稱 這個是很難看出來的 你怎麼看 看課本答案 這個operation 對 這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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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有對稱 所以它全部都是E 你要這樣做一遍 有時候它是E 所以它是AG 直接用charic table去判斷 這個呢 B1U 是吧 OK 好 當然也是聚音座也會得到 然後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對稱相合的 是哪一些 對稱相合 AG 對應哪裡 可以對它 可以對它 對不對 好 請問一下 AG 它的這個碳 跟氧的 AG 這個S3 Groove orbital的AG 會不會作用 怎麼判斷 考慮什麼事情 考慮什麼事情 好像話看 考慮的事情是 能量 是否相近 看跟你講 很相近 好 能量相近 對稱相合 對稱相合 有沒有 overlap 這個 跟S3 可以Operland 所以它會形成 bounding 我畫得太... 這黑板太小了 我畫得低一點 放下來 這邊的是AEG 還有一個是BYU 那BYU呢 可不可以作用 BYU跟BYU可以作用 對勝消核 可以做嗎 Pz 喔 對不起 所以 橫的畫出來是 畫在這邊好了 可以這樣相合 或者是相反 所以是一加一減 一個是bonding 這是bonding 這是bonding 這是sigma 這是sigma star 對不對 好 BYU也可以形成 可以跟誰形成呢 跟Pz 所以這個高度和這個高度來講的話 Pz Pz跟BYU是可以形成的 它能量比較高 所以形成出來的東西是要比它還要來的高 那這個東西上去的時候 sigma,sigma star 對應的是B1U B1U 剩下B2U跟其他的有沒有對應的 B2U這個地方有對應 B3U B3U這裡有對應 這兩個沒對應的怎麼辦 直接就compare 一個是B2U 一個是B3G 然後可以作用的是什麼 形成Pi 對不對 譬如說是B3U 在這個地方你再加上一個 這樣換成Sigma 所以B3U可以降降 產生Sigma 好 我們先下課 等一下給各位看全部完成的